下雨天外送員騎機車 在經過路口的時候 突然摔車 連人帶車滑了出去 原來他是壓到地上的舊鐵軌 才會打滑摔車 這個地點位在台南新營 馬路上有這樣一條舊鐵道 但因為表面太過平滑 經常有人滑倒 下雨天情況就更嚴重 民眾反映 鐵道既然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怎麼不乾脆拆除 這座鐵軌是台塘的舊鐵路 雖然已經有多年歷史 但是要拆除 也有文史工作者覺得很可惜 但一再發生意外 相關單位也在研拟解決方案 也倒上這個鐵軌的存費問題了 如果說台塘這邊如果是願意 把它移除的話 那工作這邊也會來極力協調跟配合 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決議跟台塘協商要在保留歷史 跟行車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民主委員政博會林俊銘坦坦坦報導 賠堂 這是超級衝突的 這是超級衝突的 對